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禍 嘉禍是加拿大的註冊慈善組織 是安省唯一一個為華人而設的家庭服務中心 Hello 大家歡迎來到嘉禍 我們又見面 今次也是想說說6月8日 加拿大鹽邦移民局推出的 第二第三輪加港移居計劃 俗稱是加港九峰艇 其實是萬眾期待的 即是WAHO兼開香檳的 有些經常擔心年紀 那些已經不需要再擔心 有些經常擔心工種 那些也不用再擔心 但也不是這個新計劃 全部是好消息的 是有些技術上的棄著位 我們有兩個層面的流程 一個是流程A跟學生有關 一個是流程B跟勞工有關 所以今天我們有兩個人在這裡 一天就說一個流程 我們有Brian在這裡 是留學生的代表 恭喜你 你好 你應該可以有利益 是啊 是啊 我自己就是嘉禍總管理 Anna 王謙博士 我會介紹流程B 好 比如Brian 我輕輕地說一下 第一階段有生氣是甚麼 才能重新記憶 然後麻煩你幫我們介紹流程A 好嗎 是啊 第一個階段的救生艇 其實就是一個開放職工程 即是一個三年的開放職工程 理論上你是不需要找到工作 已經可以入境了 不過現在暫時不斷 因為疫情的關係而已 拿著這三年開放職工程 你就可以在加拿大工作 而那個工作的工程 應該就是進入之後說的 第二第三輪的計劃開戰 我們今天就介紹第二第三輪 好 Stream A Brian 麻煩你 學生那邊 好 剛才也說了 分開 Stream A 和 Stream B Stream A 叫做 In Canada Graduate 顧名思義 其實就是給在加拿大 現在在加拿大 已經在讀書 或者可能將會在 這個結尾之前 2026年結尾之前 已經讀完書的 香港的留學生 很簡單 其實那個 只要你是持特區護照 HASL Passport 或者 BNO Passport 然後你那個人 現在 就是你申請PR 那一刻 你一定要留在加拿大的 另外你也要有 Fallied的Status 例如你是學生也好 你用工簽也好 你那一刻 Apply的時候 是有一個Fallied的Visa 另外就是 因為這次的聯邦議員計劃 其實不包括灰北黑省 所以如果你現在這一刻 是在灰北黑的話 就要去證明 你拿到這個居留權之後 就會不住在灰北黑的 例如你可能要工作證明 或者去證明 將不會住在灰北黑省的 其他任何九個省份 或者三個區 其實你都可以任你住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個CLB的英文 或者法文成績 CLB就叫做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 其實就是加拿大的疑問 其實都是一個很常見的 我們可以看看CLB 就不是解IELTS 或者通常說阿斯5 CLB5其實就是解IELTS 和阿斯總卷的5554 4就是Reading的 其他5就已經達到了CLB5的成績了 另外第一個Stream A 就是說Graduate in Canada 所以就是在你Apply PR那一刻 之前的三年內 那你就要是完成了相關的課程 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至少兩年的Diploma 第二件事就是一個Degree 無論是Bachelor、Master 或者Doctor的Degree都可以 第三件事就是有個驚喜 就是一個Graduate或Postgraduate Diploma 就一年就可以了 不過這就是額外的條件 就是你在這個開始日 你的Postgraduate Diploma 或Certificate 那時候你要是在你之前的Bachelor Degree 和你開始Postgrad Certificate 那一刻你一定會在五年之內 你就要開始了 然後以上這三個Degree的課程也好 至少50%你的人一定要在加拿大上課 無論你是在職業上課 即是真人受罷也好 即是在網上課也好 即是在網上課也好 總之你50%的時間 就一定要在加拿大 才可以合乎資格申請Stream A 今次的申請 其實Stream A為學生這個program 其實也有幾個棘位 我們待會可以逐一點破 我現在很快地說一下Stream B Stream B就難搞一些了 是有些問題出現了 主要就是給工作的人 在加拿大本土有一年的 全職業的工作經驗 什麼為之全職業呢 就是我們聯邦營業局 每個星期只會計你30小時 即是你不能快速 要自己做60小時 就希望短一點時間 它要你30乘52 即一個星期比計算到 盡量都是30小時 一年52個星期 就是等於1560小時 但其實這一個 技術上課已經拿著 一張三年的開放式公簽 即是OWP 你有三年的時間 它會計算你的1560小時 即是無論是你 我可能你是第一年全職業 第二年你都是找到全職業 兩個加起來等於1560 又或者同時你有幾個不同的僱主 加起來等於1560 都是可以的 這是第一個條件 還有附加的另外一個條件 這個就是一個驚喜 那個附加的條件就是 你不只要在加拿大做了一年 或者1560小時的工作 但是你同時也要是一個新鮮的學子 就是他不想你的技術太失敗 就像剛才Brian說的 如果讀書的話 他的畢業要是三年新鮮 如果他是一年的 postgraduate potential 的話要拿著一個 五年新鮮的大學位 或者一個 diploma 就是我們說逐签五年了袋 如果你是一年科學的話 要有一個五年新鮮的了袋 那StreamBeat做一年的全職業 要有一個五年新鮮的教育 那個教育可以在 不是在加拿大發生的 有三種教育你是可以兼職的 都是要五年新鮮 可以是不在加拿大發生 又或者是可以在加拿大發生 第一個就是讀書 很正常的 就是正式的 要是學士 要是博士 要是石士 第二個就是一個 diploma Diploma在加拿大來說 計算它會至少要兩年 就是整個 diploma 是要兩年全職業才可以畢業的 如果你一年的課 你自己拖長兩年 是不算的 如果那個 diploma本身要是需要兩年才符合 才是畢業的話就算 又或者你申請再去讀這個兩年的課程 但是你聰明 你升級了 因為你要升級了 還有你讀得快 你一年完成 那 diploma本身是兩年 都算的 那第三樣的教育 就是Postgraduate 剛才說的那個了解情況 就是你可以有一個一年最少 少於一年是不算的 在Stream A 和Stream B 少於一年都是不算的 所以他說 在一年 一年課程的 Postgraduate Postgraduate 意思是一定要拿著 大專學歷才可以讀的東西 即是無論你是拿著一個 high-dip讀的東西 或者你一個拿著一個 大專學歷程去讀過夜 在加拿大通常是做Postgraduate 是一年的 如果你是拿著一個一年的課程的話 你那一年的課程一定要貼住一個 五年新鮮的尿袋 而那個尿袋就是一個Degree 或者一個Deproman Deproman也是計算是兩年或以上 那這個全部這些事都可以在加拿大境外發生的 但是驚訝就是在於原來我要來做事交稅那一項 都要是一個relatively新鮮的學子 我不是說是一個全時間的學生 但是我要最近讀書 在這裡開始我們就可以說一下 現在的棘住位 Extreme B的棘住位 就是沒有人預料到會有五年讀書的包袱在後面 所以有些人在想著讀 過來要做一年東西 現在在探索 如果沒有的話要怎麼辦呢 是不是 還有原來我拿著 之前經常在爭論的一個點 就是一年大學歷程 不行是OWP的時候 但是不行了 但是現在如果說給你得到的 有五年來的東西 亦都發生了一件慘慘豬的 有個虎豬大聯盟 就是1617那個 是不是那些就跟學生的影響大一點了 那Brian你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Stream A的棘住什麼位置 和虎豬大聯盟是什麼意思 那個虎豬大聯盟就是因為 剛才你講了Stream B 就是你完成了一年的工作經驗之後 你是要弟子去申請這次的PR 就是申請居留權的嘛 那你弟子那一刻 你上一個的學士 就是無論你什麼DV都好 學士石士或者你的博士學位都好 你那個一定是五年之內的 那有些人就卡住了 譬如16年或者17年才剛好完成 你的學士學位的香港學生 本身因為他可以去申請第一部的OWP 那他們現在就可能剛剛批准了 還沒進入境 因為疫情的緣故還沒進入境 所以就還沒可以開始去累積一年的工作經驗 那這次這個卡住的位置就是 譬如我16年或者17年畢業 我到我譬如最快最快 2022年7月給他累積到一年工作經驗 但是16年剛剛畢業的學生 他已經剛剛過了五年了 已經是六年前畢業了 那就不可以透過Stream B去申請居留權 所以有些1617年的人就有點緊張了 那就可能要開始臨時辯證 就說不如我們改行Stream A 因為Stream A其實 除了他也有五年的位置 但是譬如兩年的Diploma 在加拿大讀的話 他就沒有這個限制的 所以那些人可能會想讀一個兩年的Diploma 又或者一年的Postgraduate Diploma 那如果譬如16年畢業的學生 他趕及在2021年 就是今年九月入學的話 其實都是正常可以選擇的 你在下年畢業 就已經可以去申請PL 又或者譬如17年的學生 今年九月入學 又或者2022年一月入學的 其實你讀完一年 整整一年的Postgraduate Diploma 或者Certificate之後 在加拿大讀 都可以去經Stream A直接申請居留權 所以可能有些人就會臨時辯證 就說如果因為Stream B看來 現在就有些民粹了 就立即轉Stream A 就會比較穩定一點 其實這個輔助大聯盟 大家不用這麼輔助 有兩個事情可以做 第一就是你自己本身已經可以辯證了 第二當間很多組織都跟政府在游說中 加拿大陸身為一個政府資助的組織 就不可以做討論的 但我們也有做我們的工作 就是跟政府解釋了 已經好像停留了位置 因為如果他的政策是出錯的話 我們也可以有責任提醒他 就是其實1617那班人 已經申請了OWP的人口 其實可能有些人已經進入境 正在做事 正在享用這個計劃的了 但是你落了一趟 然後就被拒絕了 去不了其他地方 我們都已經做了我們的工作 去提醒他 希望他在這個事件當中 想一些辦法出來解決 但真的叫做討論的 就會留給其他游說組織去做 其實我也想解釋一下 我一開始就有說Stream A 好像忘了告訴別人 其實這件事是用來讓你直接申請PR的 第一輪的OWP 是讓你拿工作簽證進來 在加拿大裡面儲蓄足夠的工事 以及試試加拿大的生活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申請做移民 現在推出的6月8日 新推出的Streams A和B 就是給你申請做移民公民的 移民的PR 即是是封業卡那種 你做了PR之後 你一樣是要滿足 跟所有人一樣 是滿足居留的需要 要手法、要交稅等等 令你自己可以變成公民是有投票權 很寶貴那種 剛才說有些Stream B的1617苦主要立即變陣 那這些聰明底裏 是不是會變陣? 就是我將書寫著16的169月的 如果我9月入學 可以讀一年 就可以變成Stream A了 但是有些陰公主就是16年6月 或者再早一點 是的 就讀一年也救不了你了 就變成你要由頭讀一個2年的Stream A 這個也是變成方法式 而且也可以記住 你要現在開始開學 你要快點開學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不是這樣 我們會有很多人跟你一起爭 而且要9月前開學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是不會報到大學 通常要一年多的時間才能報到那些書 所以現在要急切的話 就是報到大學 我們也提過 其實你的讀書 或者兩年也好 一年也好 其實如果是網上讀 它都會給你的 但是你至少有50%的你的計劃 就是要兩年的計劃 你有一年 你要在加拿大 如果是一年的計劃 你要至少六個月 至少你要在加拿大 其實你都是 因為網上讀書的話 它可以不給研究規定 所以你手上其實是現在的公簽 令到你本身 個人可以坐在加拿大那裡讀這個書 也值得一提的 就有一點時間 就是其實那怎麼可以拿來報呢? 固然我們身為家和的聰明子女 一定會有一條新片教你怎麼報 寫了研究規定 做研究規定的申請 但是你說現在要急急急忙 在這裡選考學校 在哪裡選擇呢? 我們就是安省 分析的計劃 我只會告訴你在安省怎麼做的 其實安省有一個官方網站 叫做 OntarioColleges.ca 你要尋找他的 Program Finder 那個項目 在Program Finder 的項目裡面 你調整你要的東西 例如 如果你是剛才16年9月的研究規定 那些人呢 你就可以拿一年的研究規定 否則你就要拿兩年以上的Program Link 可以調整一下Program Link 然後你就再調整一下 開始日程 越早越好 現在已經6月了 你的開始日程可能是7月8月 有一個範圍的 最近那個好像是說 2021年的8月至11月的開始日程 你也可以選擇 你也可以選擇你自己在近的區域 我們不懂得在這裏賣廣告的 我其實在不同的群組都列出了 近GTA的區域是有哪幾個學校 這個呢 就進去選擇你心儀的科目 然後就確定那個科目是收海外留學生的 你才報才有用 那你說糟了 我還沒有遇到不淺 剛剛好 夠淺過來 那是真是陰公豬的 那怎樣呢 如果你手上有一個公簽 工作許可的話 很大機會 可以用地區域來讀 普遍教育的 因為我自己也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有一群 Ontario 的大學 和專上學院的學校 是會被公簽人士 拿地區域去讀的 但是各個學院處理這個手法 都是不一樣的 還有呢 也可能會是不同的 Degree 或者 Program 層 會選擇給你可不可以 這個優惠 所以你問我都沒有用 是要直接跟你的學校談 你想要這個 Program 到底可不可以 可以提醒大家 Brian 我們還有沒有提醒大家 還有兩分鐘 其實選擇 College 的時候 都要留意一下 檢查 DLI 列項 就是 Design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 就是在加拿大 Canada.ca 其實他移民那裡 都有那個列項 是哪一間學院 才可以申請移民的 這個也要去留意 剛才也說了長度那些東西 一年兩年你自己都要去留意清楚 剛才你講到我們之後 都會出一段影片 說一下怎樣可以 快點和大家申請 Study Plan 我也知道其實我自己本身 我現在讀書 我的同學其實都打算 九月會再加入 第二個 Graduate Certificate Program 其實都是可以的 現在去報都可以的 譬如你現在真的還在香港 你先報了 然後他收了你了 其實是收了你才可以做 Study Permit 所以其實你先收了 你先上網上課 因為其實九月那個學期 其實大家學院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真人上課 大多數都還沒決定到 如果你很幸運可以上課 那你就先去香港上課 然後等那個 Study Permit 搞定了 就盡快來加拿大 因為 Study Permit 就不需要你什麼工作提供 其實只要你講學院 你是合要求的話 就已經可以入境加拿大 可能過幾個月後的旅行限制 又會減少一些 又會簡單一點入境 其實都可能會挺好的 這個 Pathway 到 其實都希望今次這段影片 都可以幫大家解釋一下迷思 Stream A、Stream B 選哪一條才是最適合你 大家記住要留言我們家和的更多的影片 會去介紹和教學 如何可以通過這次的程序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